大马路上两名恶煞拖着一名男子拉拉扯扯 过程中被害人为了挣脱还差点跌倒 最后被强压上车 目击民众吓得赶紧报警 被掳走的男子一共被三男一女 粗暴的又拖又拉带回位在新庄的住所 还打电话勒赎被害人家属 要求他们要拿出30万元的赎金才会放人 但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这帮恶煞就在掳人数小时后 就被专案小组锁定行踪 大批编译员警冲上前 把嫌犯从车上拉下来压在引擎盖前 其他车上共犯也一一被上铐逮捕 肉票终于获救 当节掳人案发生在11号晚上7点多 五股城太路二段上 18岁的陈姓被害人 曾经以白糖假装K他命 用9万元卖给20岁的陈姓嫌犯 涉嫌黑吃黑 主嫌不甘被骗 于是设局把被害人约出来 在强弩上车带回住处领虐 再逼他签下四张30万元本票 最后打给家属勒赎30万 一共150万元 家属没钱赶快向警方求救借假钞 两方向约交付赎金地点 最后12号上午11点 警方在北市库伦街收网抓人 被害人在囚禁过程中 被领虐得很惨 头跟脸和背部被殴打到瘀青 手脚跟膝盖甚至是遭到力气割伤 幸好警方以车追人迅速掌握 歹徒身份和行踪 在切额不舍的追气下 将他们一网打尽 让入票在最短时间内重获自由 记者宋君毅 陈芷芳新北市报道